Hello 大家好 我是TD的美哥 話說天堂竟然不夠位 而天賦很公平 他們要求在座那麼多位罪人 篩選某些人不讓他們上天堂 究竟誰可以上天堂 誰可以下地獄呢? 事不宜遲 馬上看看這個天堂 我要進來要怎樣玩 這遊戲很簡單 首先洗完這個罪行牌 然後每人派一張 每人看完自己的罪行牌後 把自己的牌蓋上 然後放在屏風的左邊 之後每個玩家都可以在右邊 確認另一張 例如我是5號玩家 我就可以看右邊那張牌 之後我就會知道我自己的罪業有多深重 在每個人的屏風後面 都有標示自己的兩個Logo加起來 是有多重罪業的 例如我是這個 善養和皇冠合起來 我會是這個妒忌Envy 在左邊是最重的罪業 而最右邊是最輕的罪業 所以蜥肉是最輕的 當你知道自己的罪業有多重 遊戲就可以開始了 遊戲的目標很簡單 遊戲分為兩個陣型 罪人隊和羔羊隊 怎樣知道自己是哪一隊呢? 如果你是全台罪業最輕的罪人隊 你就會是羔羊 羔羊有機會多於一個 罪人隊的目標是要找出羔羊 然後飄死他 而身為羔羊的玩家 就要盡量掩飾自己 但就算被人票走也好 你亦有個反省機會 在遊戲結束的時候 在罪人隊裡 找出誰是最高罪業的 同樣地 罪人隊也可以超過一個最大的罪人 只要在遊戲結束的時候 羔羊可以說得出誰是最大的罪人 高羊隊就可以反省了 首先由最小號碼的玩家開始 他可以去查看 在他隔兩格範圍外的牌 例如1號玩家可以看1 2 即是這張牌 這兩張他都不能看 所以他只要看這張牌 我會把自己的數字牌 放在這個位置 代表大家我看了這張牌 他就可以拿回去看 看完之後 他就放原位 如此類推 所有玩家都可以 到2號玩家 他一定會看這張 放在這裡 然後他就拿去看 如此類推 除此之外 玩家還會在最後排隊 每人都會派4張牌給你 分別上面有不同的Logo 你就會知道 外面少了些什麼 在五人局內 就不會有剩下的手牌 但如果在五人局以上 剩下的手牌 就放在桌面上 讓大家看到 然後遊戲進入討論 大家可以自由討論 告訴大家 看到什麼 你看到什麼 任何一刻 玩家覺得 你需要投票 就如5號玩家 他就可以打出他一張手牌 然後放在相應位置 來皇冠 放在皇冠 這一刻 只有5號玩家可以發言 其他玩家就不可以發言 他就可以說服其他玩家 為何要投這個3號 因為大家看到皇冠 又看到紅心 說完之後 大家就要投票 每個玩家都有手指弓 和交叉 大家要拿起手 然後1 2 3開 當手指弓的數量 多過半數 遊戲就會立即結束 如果少過半數 同意 遊戲就會去到討論的角度 任何時候都可以繼續打牌 然後發動投票 當投票通過了的時候 在那一刻 無論那個玩家是否高揚 他都要點名誰是大罪人 然後大家再開牌 首先我們要判定 被票走的玩家是否高揚 如果不是高揚 高揚隊就會贏 如果他真的是高揚 就要看看被票走的玩家 有沒有點齊所有大罪人 如果點齊了一個 高揚隊就會反省 也是這麼簡單 如果你問我這遊戲 好不好玩的話 我覺得這遊戲 很適合反應夠快的人去玩 因為這個遊戲 大家可能不知道大家的陣型 玩的過程中 你才會知道 原來他可能是大罪人 另外那邊 可能他是高揚 實際上高揚的你 要盡快知道誰是隊友 從而打煙磨 如果你是一些 深思細密的朋友 要考慮久一點 這個遊戲可能不適合你 因為這個遊戲的特點 就是快來快去 很快就一局 很快就會 你是 我知正你 大家投票 從而去找到誰是自己人 誰不是 他的話風不可以不說 他好像那種 那種 勾式一點 恐怖一點的感覺 而且他每個聚業牌 上面都有一些小故事 我都覺得很有趣 我每一張牌都有看一看 也挺適合他的風景 如果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試一下 天堂的進來料 今次的時間在這裏 如果喜歡這影片 記得按讚的影片 還有訂閱的頻道 還有訂閱的頻道 分享到各的影片 記得按讚的頻道 Facebook、Instagram、Miri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